好,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让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本身是严先生Mr.Gun,现任马来西亚业务业培训经理 有12年的创指销的经验,这行业的经验 然后本身协力是本地大学会计系容易学会毕业 也是马来西亚会计工会的一个成员之一 也是赫格的特许会计师 这是大概我本身的一个介绍 好,我们阿西亚它的市场计划是有八大收入 然后第一个就是领受利润 第二就是优惠顾客 第三就是快速推荐奖金 第四就是总监奖金 第五就是团队奖金 第六就是自行动力分红 接下来就是领导对等奖金 最后一个就是钻石分红 就是八个 我们就对比一下 就是跟他们的英文的名字 就对比一下 这个是华语的翻译 好 我们是周借周灵 就是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时间 每个星期六的中午十二点正 到下个星期六的中午十二点正 我们就算一个周期 就是一个星期七天 我们就结算我们的业绩 结算了业绩 我们才能播出去花红 就是周借周灵的一次 七天零一次花红 我们用金计算呢 是基于这个产品点数 我们叫做PV PV呢 就是每一个产品 我们有给产品点数 product volume 来计算 为什么我们要用PV呢 因为我们是公司呢 是经营国际的平台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 我们现在有35个市场 在经营这个生意 然后我们如果要计算 它的花红 它的成本 还有它播出去的花红的话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基准 我们有共同的基准的算法 我们就是要用PV 就是产品点数 我们用产品点数 就好像美金 好像我们去 如果全球用美金的话 我们就知道 一个东西 它是在马来西亚 它是美金一块 换成马币就是4.2 比如讲 如果我们去到泰国 我们就用 如果用美金来算呢 就是 一块美金呢 等于他们的多少的太币 同样的道理 因为我们要经营这个生意的话 因为我们是世界借魁 我们就要用产品点数 来共同认同一个 基准计算法 比如讲很简单 如果我问你 比如讲你在泰国 有一个组织 在台湾有一个组织 在香港有一个组织 如果我问你 请问你泰国的 这个星期的销售量 有多大 你不可能用泰币来算呢 你不可能跟我们说 我在泰国呢 这个星期呢 做了五千八 五十千八 或者是 我们你 台湾呢 我台湾做了 二十 二十千的台币 香港呢 我做了五千的港币 这样你就不能算 你到底你整个团队 国际来算呢 你整个国际的组织呢 到底做了多少的业绩 很乱 如果你的生意 做到三十五个国家呢 那每个国家的计算法 不一样啊 所以说我们就要用一个PV 一个共同的 一个产品点数来计算 下次我问你 你所有的市场的业绩多少 我的香港做了五千PV 我台湾做了三千PV 我的泰国做了两千PV 对不对 你加起来 十千PV 是不是容易知道 你整个团队全球 做了多少 所以说我们用一个 共同的基准 就是产品点数 这个很多人不知道 为什么要用产品点数 除了这个基准呢 我们要用这个基准 再算我们的成本价 每个国家的成本价 和播出去的话 我们都用这个PV 做一个基准来计算 好 然后每个星 每个月呢 我们是要 最少要自我消费 或者是零售 一百到两百的产品点数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 基本的资格 零期花红 我们的花红是每个星期都零期 不过我们的贺格 我们要贺格我们的基本资格呢 我们做一次吧 也就是每个月 每一个月 零售 或者是自我消费 自我消费呢 就是我们自己订购 最少一百PV到两百PV 那为什么一百到两百呢 那么奇怪 那等一下它有牵涉到 等一下的我们 我们会讲解的 它的花红的制度 一百我们有什么利益 如果两百有什么利益 等一下我就会解释 总之大家记住 基本是一百 最多两百 我们不需要在家里 堵很多货 来做这个生意 只要我们 零售消费 一百到两百 我们就和 我们叫做赫格 Active 我们就叫 我们本身就是 赫格的经销商 这个接下来的一个月 我们都可以 领起 赚起 这个花红 在这个 在这个 制度里面呢 我们市场会看到 这个PV GV CV PGV 还有一个从销 来我们来解释一下 这个PV 刚才PV呢 就是Product Volume 它可以 它可以转去 个人积分 Personal Volume 它的转换力呢 就是E对E 其实Product Volume 跟Personal Volume 个人积分 是一样的 产品呢 产品点数 转过来 也是可以拿 我们单做 个人积分来计算 它的兑换力也是E 只是名称罢了 只是名称罢了 好 GV是什么呢 GV 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制度呢 这个制度的算法是 G 算溃制 我们叫做算溃 我们的团队的组织网呢 就是 左边一个团队 右边一个团队 我们叫做 算溃制 Binary System 算溃制 然后算溃组织 织分呢 叫做 Grope Volume 你个人 你个人累计的分数 叫做个人积分 如果你 个人的分数 每一个组织 都有很多的经销商 你左边比如讲 有五个 你右边有十个 每一个人 自己累计的分数 我们叫做 个人积分 如果把这个五个 加起来 每一个人的 个人积分 加起来 我们叫做 组织积分 叫做 Grope Volume 如果右边有十个人 这十个人的 个人积分 全部的 BV加起来 就是 Grope Volume 这叫做 组织积分 然后CV呢 CV是 当场 马上可以 计算花红的 个人积分 它的兑换力 也是 1对1 就是从个人积分 换成 奖金积分 是 1对1的 兑换力 因为我们要计算 花红的时候 我们是 基于 这个 奖金积分来算 不过它兑换力 如果你本身 比如讲你的组织 右边 有100 个人积分 兑换 变成奖金积分 也是100 100 为什么有 PV GV CV 的 名称 不同呢 因为它的功能 不一样罢了 不过它兑换力 是一样的 PGV呢 个人直推 组织积分 个人直推 组织积分 意思说 因为我们有团队 我们左边右边团队 如果这两个团队都是你直推 而下来的 没有问题 全部都是单做你个人直推积分 不过有很多情形发生在 因为我们今天是 别人的上线 我们也是别人的下线 我们每一个经销上都有两个身份 我们是别人的下线 我们也是别人的上线 如果我们成为别人的下线的时候 你有一个上线 因为是双轨制 它会把人放置下来 放置下来的人所创造的业绩 可以算在你的组织积分 不过它不算在你的直推组织积分 因为直推组织积分 是你本身推荐而形成的团队 而累计的总积分 你本身开始 直推出来的团队 而累计的总积分 就是你直推组织积分 如果你是你上线把人放下来 我们是要做放置 放置 放置 放置下来的团队 这个放置下来的团队对你有好处吗 当然有大家都有互相帮忙 互相合作的团队 这个放置下来的呢 它的积分不叫做直推组织积分 它叫做它可以放在你的双轨组织积分里面 来让你赚起组织将近 然后重销呢 是说因为我们的系统里面 有一个叫做自动购货系统 我们每个月都要重销 重销有两个方法 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 各个基本的资格 因为我们当我们合格了 我们才可以赚起这个花红 如果我们不合格 我们不active 我们没有办法赚起花红 要合格 我们有两个方法 每个月来的时候都要重销 就是重新买货叫做重销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我们自动送货 autoship shipment 它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当你启动你的autoship shipment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终成点数 如果你不启动你的 如果你不启动你的自动送货机制呢 你不启动它 你随时买货都可以 没有问题 不过你不能累计得到终成点数 它的分别是叫 这两个分别吧 因为今天我们成为经销商时候 是不是每个月都要 如果你要做这个生意 你要赚起花红的话 每个月你都要启动 合格 本身合格 对不对 你一定要买货 这叫做重销 有两个方法 autoship 活者 manual 就是手动 一个是自动 一个是手动 好 看下我们讲到忠诚红利吗 OK 忠诚红利是这样子算的 它叫做英文叫做 loyalty rewards 当你 手购的时候 当然我们刚刚加入要启动的生意的时候 我们有三个配套 一个叫做企业家配套 商业组配套 客人组配套 企业家配套的时候 你订购 首购 企业家配套的时候 你拿到150 50点 马上拿到了 每一个月 你下个月 你在 启动你的自动购货系统的时候 你拿到15% 如果下一个月 你买的货是100 PV 100产品点数 他就拿15% 乘100 你就拿到另外一个15点 大家明白哦 这叫做15% 商业组呢 你先拿50点 每个下个月你拿到10% 对不起 个人组配套呢 你先拿10个忠诚红利 下个月你再拿5% 那你累积的这些红利有什么好处呢 忠诚红利 当然有好处 你可以去到你的后台 你可以兑换产品 如果你说你累积了100分 忠诚红利 你可以换一箱 四支 一箱四支的 Redox水 就是氧化还原性要分子水 然后25分的话呢 你可以换一支 Renew 28 80ml的 不是40ml的 这些都是马来西亚后台 你可以去到后台兑换的产品 用点数来兑换50点 25点 100点 来兑换产品 这个忠诚红利点数非常棒在那里 可以帮你留住 你的优惠顾客 也可以让你留住你的经销商 因为 包括对本身也有好处 因为我们买的产品越多 我们得到的忠诚红利越多的时候呢 间接的 它就可以帮我们 得到好像 Discount 就是折扣 对不对 更何况 不时我们都可以换到 换到免费的产品 这是留人的机制来的 Retention Mechanism 英文叫做 帮我们留住我们顾客 帮我们留住我们经销商 帮我们留住自己 因为你买越多 你得到 其实得到邮会 不得邮会将来呢 就是收集这个 Coupon 这个点数 来换产品 就好像以前我们妈妈的时代 Cheese supermarket 收集那个点数 然后在Cheese supermarket那边 换产品回来 你们发觉到这个方法呢 是不是留住我们妈妈 一直去同一间的supermarket 同样的道理 OK 好 我们在这个8月1号到4月31号呢 有一个住宵 叫做Stronger Together 一起 与阿西亚成长和壮大的一个 promotion 住宵 在这个8月1号到10月31号的期间呢 任何一个人呢 就是在4月31号之前 4月31号之前 他们没有启动 他的 他已经 没有买货 4月31号之前的人 不管是经销商还是油位顾客 如果到在8月1号呢 他4月31号之前没有买货 不过到了8月1号 他要重新买货的话呢 他要启动他的 我们叫做自动重新 激活 激活购货订单呢 只要150产品点数 或以上 你都可以拿到15%的折扣 然后所有的人呢 只要在8月1号到10月31号期间呢 有 自动购货 有任何自动购货呢 也可以享受到25%的 忠诚奖励 你就是点数了 我们有些人是从5%开始 有些人是从4%开始 有些人是从15%开始 不要紧 不过在8月1号到10月3号 每一个人呢 只要有启动你的自动购货 订单的话 每一个人都拿到25%的 忠诚奖励点数 这是我们注销期 好 我们进入我们的整体 刚才是warn up 热身 现在我们就进入我们的整体 我们有8大花红 第一个花红叫做零售利润 零售利润就是很简单 就是零售价以为人价之间的利润 就是 就是赚其他的差价 就是我们的利润 然后第二呢 就是prefer customer 我们所谓的优惠顾客奖金 什么是零售 什么是优惠顾客呢 大家会问 OK 优惠顾客呢 他有 优惠顾客他有一个条件 要成为我们的优惠顾客 我们经销上可以推荐一个优惠顾客进来 他有一个后台 他可以自己买货 这叫做优惠顾客 不过优惠顾客有一个 先决的条件 他必须成为我们优惠顾客的当天 同时也要启动他的每一个月的自动 够货 几次 时间到刷卡 自动刷卡 或寄到他的家 叫做优惠顾客 这是一个先决条件 不过他有什么好处 他不用给比较高的领袖价钱买货 他可以用我们的会员价买货 他是不是赚到 更何况他本身又可以累计这个 loyality point 就是忠诚点数 他都有好处 你可以推荐这个优惠顾客进来 然后我们身为推荐人又有什么利益呢 OK 如果你推荐一个优惠顾客 他成为我们优惠顾客 每一箱 或者是每一个 每一箱 四支 ASEA Redox 我们可以赚取现金 每一箱 105块 105块 或者是新币35元 再加50分 个人积分 公司再给个人积分 50分 我再重复一次 只要他买100PV的产品 四支 四支 一箱的Redox水 或者是四支 Renew28 每一支80ml的 Renew28凝胶 OK 要紧水也好 凝胶也好 只要四支 四支 我们可以赚取 25美金 或者是105块马币 新币35元 再加50分 然后我们做一个解释 这个图来做一个解释 比如讲你推荐了 三位优惠顾客 ABC 三个人 他这个月同时买货的话 我们是不是拿到现金 就是25块美金 再乘三个人 我们总共拿到75块美金 换成马币 现在兑换率 我们是定在4.2 新币1.4 这是我们现金拿到的奖金 然后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50分 这个50分有什么用处呢 这50分 它第一个 它电脑自动会配送给你本身的户口 让你满200分 你记得吗 你要合格 你要100到200吗 这个分数呢 可以让你合格 每个月合格 满200分 最多200分 到了200分 如果你不是三个人 你是30个优惠顾客呢 是不是有更多的分数 这个积分会跑去那里呢 它会配送到你个人户口 让你满了200分之后呢 让你满了200分之后呢 剩下的分数呢 全部会跑去你的小边 你的团队有两边嘛 一个大边一个小边 因为肯定不平衡的 肯定不平衡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速度不一样 销售量也不一样 这个分数呢 除了它满足你的个人户口的200分呢 多余的它会跑去你的小边 累积下来 让你再对碰组织奖金 组织奖金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是第三个花红 叫做Fast Start Bonus 华语叫做快速推荐奖金 怎么来的呢 就是当我们注册一个经销商的时候 它有首购产品 首购产品 它的产品可能就是150级分 或者是400级分 或者是800的级分 800级分 这个积分呢 它会马上乘20% 很容易算 它首购的产品可能是100 可能150 可能400 可能800 的话乘20% 你就拿到20块美金 这个美金呢 这个20块美金就是我们所谓的 快速推荐奖金 这是我们的 就是直接乘20% 就是你的花红 来我们来看 不过呢 它有一个上限 好像我们的 我们的经销商 它加入的时候 它可以买 100 400 500 到1000 如果它买的产品是 它买很多很多产品 如果那些产品是 1500分的话呢 怎样算 公司只会 Maximum呢 只是拿1000 PV 乘 28% 它不会拿1500 因为我们的上限 就是 每一个人 我们推荐 我是讲每一个人 推荐 个人推荐 最高 个人推荐 最高是1000 PV 乘20% 如果你有三个人 三个人 每一个人 就是 如果每一个人 都是买1500 1500 我们就拿1000 乘20 1000 乘20% 1000 乘20% 每个人都是 1000 乘20% 希望这样 解释 大家会明白 好 有一个可能性 它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 你刚好是活跃 你合格 你就推荐一个 新的经销商 你乘20% 20% 不过有时候 你刚好 这个月 你不活跃 因为你没有 你没有零售 也没有 也没有消费 100PV 100G分 你变成 一个不活跃的 推荐者 不过 刚好 上个月 你把一个产品 介绍给你的 邻居 他现在要加入 在你 成为你的 经销商 不过你 没有 可能你没有 或者是你已经 不想做这个生意 不过他是你的朋友 他讲 不要紧 我也是要 under你 我要你推荐我 你不活跃 你去推荐人 一个新的经销商 你没有办法 赚取 这个快速推荐奖金 然后这个奖金 会跑去那里呢 既然你不能赚取 它跑去那里呢 它会跑去你的 上线 你的活跃的 推荐者 如果你的上线 都不活跃 它这个系统 会自动追踪到 上线的上线的 上上上线 只要其中有一个 活跃呢 这笔钱 就属于它的 这叫做 不回流奖金 公司不会再拿回来 公司一定 拨出去 拨给你 还是拨给你上线 如果你不活跃 你活跃 你拿这个20% 你不活跃 你上线 你上线不活跃 你的上线的上线 这个快速推荐奖金 希望大家明白 好 我们马来西亚事业 启动配套呢 有三种 就是企业家配套 商业主 个人出配套 它有这个价钱 全部在这边 它的不同点呢 就是 如果我们拿企业家的配套呢 企业家的配套 它是 我们公司会再送25支的 这个小支 看到吗 Renew 28 每一支呢 是10个ml 普通装呢 是80ml 这个25支 轻装呢 就是试用套装呢 是给我们做marketing 是我们 送出去 给人家做marketing 商业主呢 可以拿到12支 然后个人主 可以拿到6支 OK 它的价钱大概是这样 4千多 2千多 和800多 这个是它价钱 就是马来西亚的配套哦 新加坡也是一样 不过新加坡是新币 大家可以 去我们的后台 再看那个价钱表哦 同样也是25支免费 12支免费 6支免费 看我们是哪 哪一个配套哦 我们 我们再做一个例子 讲去计算 这个快速推荐奖金 我们做一个例子 好不好 比如讲 比如讲 我们是 这个配套是900PV 我们要算花红的时候 我们就900PV 换成900CV CV就是奖金积分 对不对 因为 PV CV 兑换力就是一对一的 如果这个配套是900PV的话 换我们要算奖金的话 你看900PV 就换成900CV 个人积分 换成奖金积分 再成20% 20%呢 20%成900呢 你就拿到 180块美金 如果400乘20 你拿到80块美金 如果150乘20 你拿到30块美金 就是很直接的 你就是直接的算法 好 接下来 如果有一个人 他是1500呢 看下我们讲到 我们的上限最高是1000 你是拿到300呢 还是200 28%成1500 是300美金 对不起 我们是不是拿300 我们是拿200 因为他最高的上限是1000美金 1000美金成了20% 就是200美金而已 OK 现在我们的 我们在7月11号到8月28号又有一个promotion 本来你拿20% 现在我们双倍给你 我们拿到40% 哇 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花 非常棒 因为你一进场 我们要帮助 因为现在刚好是疫情时 后疫情时代 后疫情时代 所以说我们要帮助更多人 启动这个声音 我们就推出了这个 注销 11月 7月11号到8月28号呢 我们有把20% 提升到40% 的快速推荐奖金 好 Directed Bonus 总监奖金 总监奖金是更加容易 就是当我们加入了之后成为经销商 在14天里面呢 左边右边各自推荐一个经销商 只要每一个人手够最少100pv 我们就拿到一次过的花红 一次罢了 终身一次罢了 一次过就是我们叫做一次性 50美金换成马币200亿 或者是新币70 这叫做总监奖金 为什么我们要鼓励人家变成总监呢 因为根据我们过去10年的统计表呢 只要在14天里面你成功上总监 下次你有幸经营这个生意的话 努力经营这个生意的话 你的成功率成为我们的统计的经销商呢 是13倍 如果你要成为Diamond 我们钻石剂的经销商呢 它的成功率非常高 就是15倍 这是我们公司过去10年 累计统计的一个计算 得到的结论 好 接下来就是第五个 叫做团队奖金 团队奖金就是非常简单来计算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有两个 我们是Binary双溃制 Binary就是我们左边有一个团队 右边有一个团队罢了 你没有两个组织罢了 两个组织 然后我们分数呢 如何赚取这个团队奖金呢 它有三个条件要 要符合 第一呢 你自己最少要100PV 你要活跃 你要Active 就是说我们讲 每个月你要重销 你自己零售呢 还是你自己消费100PV 就是一箱 一箱 Aseas Redox水就好了 一箱 你就是活跃了 只要你活跃 你就有赚取这个团队奖金 第二呢 你左边右边呢 你看到这个情色呢 你左边右边都要有一个 火业的经销商 跟你一样 每个月都有买 最少一箱 第三的条件呢 你每一边呢 最少要有300PV 组织纪分 这个加这个要有300PV 这个加这个加 这个再加这个再加 这个人的 个人纪分加起来 一定要有300PV 如果这边是200PV 这边200PV呢 我们不能算团队奖金 没有办法算 因为它至少要左边300PV 右边300PV 请问 请问 如果这边是200PV 这边是100PV 发生什么事 不用担心 这个分数还在 它每个礼拜呢 会再累积下去 只要你保持活跃 这个分数永远保留给你 永远再保留到下个星期再累积 保留在下个星期再累积 保留在下一个星期再累积给你 叫做 永远保留 永远累积给你 只要你永远保持活跃罢了 不肯 接下来你一直累积一只保留的话 你肯定有一天 左边会有300PV 右边有300PV的话 你就可以赚取团队奖金 好 我们做一个计算 它将算这个团队奖金 这个整个团队 这个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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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全部有6,000的PV 换成奖金计分 一对一对换呢 就是6,000CV 这个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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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 加这个的客人计分呢 它的业绩呢 加起来有5,000 那一个比较少 6,000比较少呢 也是5,000比较少 5,000比较少嘛 我们就拿5,000呢 来计算花红 计算了花红呢 乘10% 你就拿到500美金 既然我们已经计算了花红 是不是一定 一定要归零了 这个分数 这个业绩已经算了吗 既然已经算花红了 给你奖金了 这个分数就是归零了 我们算了花红 然后这个大边呢 它会对碰 叫做退碰机制 它会扣掉5,000 它会扣掉5,000 6,000减5,000 还剩下1,000 它会保留 累积到下个星期给你 小边碰完 换陷阱 大边对碰 保留 剩下的 剩下的积分 团队积分 累积到下个星期 再累积 保留再累积 让你在下个星期 再对碰 再赚齐 团队奖金 它重点在那里 10% 团队奖金 好 这个团队奖金呢 每一个聘结 它有一个上限 OK 如果我们是总监300 我们每个星期 最高最高的 可以赚齐的团队奖金 是500 如果你当 当业的总 你本身 那个星期 你本身的聘结 是总监700 你可以 你对碰了之后 最高的 可以拿到的是 750 美金 一个星期 这个不是一个月 一个星期 这个是每个星期的上限限限 如果是统计数一千 银计数千五 经济两千 白金十千 赚四六千 三赚八千 而三赚以上是十千 十千是封顶了的 每个星期 十千美金 不是马币 十千美金是封顶 给这个团队奖金 只要你是三赚以上的聘结 我们讲到聘结 我们要讲生这个聘结 如果生为经销商就很简单 只要我们注册录会 每个月保持100分 就是经销商 中间还记得吗 只要中间 只要左边有一个经销商 右边有一个经销商 你就是中间 只要你保持100个人气氛 中间300呢 左边的团队和右边的团队 最少有300 组织计分 然后你每个月需要保持多少 你每个月需要合格保持 从销100PV 就是一项 总间700 要怎样升总间700呢 就是左边的团队有700分 右边的团队有700分 每个月你只要保持一项 就是100PV OK 你就是总间700 这个是聘结 这是基本的聘结 OK 到了同济 赢济 经济 白金 它有一个不同了 它不同地点在那里 第一点 看起来Mr.Gang有解释 为什么我们每个月要 从销100到200 它的不同点就在这边了 如果你要升任同济 每个月都要保持200PV 100变成200 一箱变成两箱 四支Renew 28变成八支Renew 28 就是200PV OK 它第二个条件 你左边右边各自最少要有2000组织计分 还有你要两条推荐线 直推推荐线里面 各有两条呢 有总间300 等一下Mr.Gang会解释 很多人模糊 什么叫做总间300推荐线 现在我们先记住 身为统计要有两条 营济要三条 总间300 支推线 每周小边 三千左三千右 这个不用讲了 就是每个月有200 最高200罢了 经济四条推荐线 每一条线有总间300 每周小边要有 左边右边各自的 团队计分要有5000 白金要有五条线 每一条线都要有一个总间300 左边右边计分要有1万组织计分 就是神统计 经济和白金的资格 再上期就有 1 2 3 4 5 6 7 8 9 还有9个拼接最高了 还有钻石 酸钻 山钻 钻石大使 酸钻大使 山钻大使 钻石总裁 酸钻总裁 山钻总裁 这些都是 我们可以去到我们的后台 参考我们的那个 starter kit 都有记载的 我们今天就带过 好 这边我想解释一下 怎样 什么所谓 什么叫做三条 两条 四条 五条的 推荐线 每一条有300 总间 你们明白 大家要明白 什么叫做总间300 要成为总间300 就是我本身要有300 左 300 右的组织积分 我就是总间300 这样你的团队那么多人 每一个人 肯定有很多人 都有不同都不同的拼接 有些是总监 有些人是总监300 有些人是总监700 有些人是你的统计 有些人是你的营迹 在团队里面 每一个不同不同的拼接 你的团队成长的时候 那么多的经销商 有那么多不同不同拼接 不过最基本上 只要是总监300以上 就没有问题 就是符合这个条件了 比如讲 我做一个 我们拿一个营迹 来做一个示范 神秘营要深任营迹 我们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 三条推荐线 每一条要有总监300 每周呢 左边要有3000 右边要有3000分 然后每个业要保持200批运 好 我们拿一个图 来做一个解释 我们要深营迹 这个人要深营迹 第一个条件 他本身这个业呢 至少要合格200个人积分 大家都会明白 左边整个团队家 起来的组织积分呢 不管是直推 还是下放 placement 就是你上线放人下来的 也算 也算 这是3000几分 右边呢 每一个人加起来呢 是3000几分 这个大家都明白哦 三条推荐线 每一个推荐线都有总监300 什么意思呢 好 我们就看 A先生是我直推的 B小姐是我直推的 C女士是我直推的 刚好 这些 这三个都是我直推的人 他们本身 刚好都升任 总监300 只要你直推一个人 直推两个人 直推三个人 只要他升任总监300或以上 你是不是有总监300 三条线了 第一条线 第二条线 第三条线 你看 这条线他推荐了一个人 这一条线他推荐了两个人 第三条线他推荐了一二三个人 三个人你直推 三个人有三个的团队 三个人就是 三个团队就是你三条线 当事人 你直推的人 升任总监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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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条线你就有三个 各自有总监300 来我们再做第二个例子 比如讲我推荐A先生我直推 B先生我也是直推 A先生在推荐 他很努力去做这个生意 他又在推荐 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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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orange色就好 这个黄色的 升黄的 这些人都是他直推 或者是他直推的直推 或者是他下线 或者是他下线的下下线 我们没有问题 然后我 这个人呢 就是我们本身呢 我们又推荐这个青色的B先生 B先生又推荐这个 这个又推荐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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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整个团队出来了 整条线出来了 我们有两条线 一个是青色的 用颜色来代表 一个黄色的线 好 刚好呢 B先生我推荐 他本身是总监300 没有问题 我支推 他本身也是总监300 这条线 我有一个总监300了 我合格一条了 第二条线呢 A先生可能他面对一些挑战 他没有办法完成总监300 不过呢 他的下线的下线 Mr. AA先生呢 他成为总监300 这代表什么 整条线 只要有你的下线 或者你的下下线 成为总监300 也算整条线都有一个总监300了 你的儿子或者是你的孙 成为总监300 都算 不管是儿子和孙 也没有问题 只要他们成为总监300 所以说第一条线 我有一个总监300 第二条线 我有总监300 我有两条线 都合格总监300 好 这个就三条条件 好 其实我们去到后台呢 后台是一个AI字 就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电脑已经非常的先进 当你进了后台 他马上计算 你下一个聘解 你应该去充斥的聘解是什么 比如讲你下一次要充斥的聘解是影迹 他把那个条件已经列出来了 他有四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你本身当然要符合200分 几分 然后你左边右边各自推荐 一个经销商 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你要推左边右边要直推 合格活跃的经销商 第三个条件呢 你要有三个三条线 三个各自有总监300的线 刚才Mr.Gun讲了很多次 总监300 我们要有三条线 有三个 然后最小边的组织呢 要有3000分 左边有3000 右边有3000的话 你就是营记的经销商了 团队奖金呢 我们每一年 当然我们团队成长了之后呢 我们一定会保留累计很多分数下来的 如果还没有对控 换成花红的话 这个分数会 这个组织积分 一直在累计的 因为我们的团队越来越成长 因为 我们是大边的 大边的分数 也是会来越多 不过呢 它有一个上限 到底我们下一个年度 有多少分可以带下去下一个年度 好像今年你加入了 2020年加入了 到了最后一个月 最后一个星期 到底我们累计的分数 有多少可以保留到下一个年度 就是2021年的1月1号 可以带下去到下一年 分数一直在累计 不过有多少分数可以带到累计到下一年呢 它是看回我们本身的聘结 如果我们是三赚以下的聘结呢 我们最高可以把200万分带到下一年 如果我们是赚石呢 是300分 300万分 三赚是350万分 三赚呢 400万分 赚石是500万分 三赚是550分 还有三赚呢 就是600万分 带到下一个年度 就是从2020年带到2021年的1月1号 因为这个组织积分 一直在累计 分数越来越多 就是它有一个上限 好 我们讲完了五个 现在还有三个就讲完了 第六个呢 就是我们叫做 自行动力分红 Executive Momentum Pool 它的油 最大的油市在那里呢 因为很多很多的公司呢 你要参与全球的分红 我们有35个国家了 你要参与这个35个国家的成长 它的果实 它的利润 很多国 很多公司呢 你必须升任很高的聘结 可能是赚石以上 你才能参与公司的全球的分红 不过在我们阿西亚呢 我们比较人性化的制度 它在我们不需要太高 只要是同级 银级 经济和百金呢 我们就是同时可以赚取 全球的花红 分红 我们已经开发了35个国家 好 这个花红呢 是每个星期计算 不过每四个星期才发一次 当我们是同级的时候 我们联系两次 每个星期都要联系哦 你不能说第一个星期我是同级 第二个星期我不是 第三个星期我才是同级 不算 但你是联系两次 第一个星期 第二个星期 你都是同级的时候 你就启动了这个同级的 自行动力分红 你可以开始赚取 联系12周 如果你是赢级呢 你走完同级的 你走完同级的这个12周之后呢 你刚好升任赢级呢 你还有16周赚取 这个自行动力分红 还有经济20周 百经济24周 总共呢 当我们走完同级 赢级 经济 百经济呢 在这个72周里面呢 我们可以参与公司的全球分红2% 所以说公司把全球35个国家的 业绩呢 拨2%出来 让所有全球合格 参与这个自行动力分红的 所有的经销上呢 一起分这个花红 好 我们要赚取自行动力分红 有一个条件 所以说他 他必须用一个 翻程式来算 到底 在这个2%里面 我应该得到多少钱 他就从我们的 直推三成的 总级分来算 什么叫做三成 直推组织级分呢 好像我推荐了第一代 然后我们叫做成 成数 我们推荐了第一成 第一成的人推荐第二成 第二成再推荐第三成 我推荐A先生 A先生推荐B先生 B先生就是我第二成 B先生推荐C先生 这是我第三成 这三成的人所有的 个人积分加起来呢 我们叫做 个人 推荐 组织 三成 积分 好 因为我们必须把这个三 可能有些人有七八成的 我们不能拿全 每一成来算 我们拿全面的三成来算 虽然有些是有人 祈祷18成 18成 不过我们 在这个自行动力分 我们拿三成来算 好 这个 这个 成数呢 我们拿了 我们 我们拿了这个 总继分呢 我们还要看我们 本身的拼结 如果我们是同级呢 我们就拿50% 来乘这个总继分 如果我们是赢级呢 60% 乘这个总继分 晋级呢 75% 乘这个总继分 白晋级呢 就拿100% 来乘这个总继分 来我们做一个计算法 如果我们是同级 刚好我们三成 直推组织级分 加起来 这个星期呢 是2000分 不过2000分 我是同级 我是拿 要乘50% 我就拿50% 50%乘2000 我就拿到1000的股份 这个1000的股份呢 我们就要再乘股利 因为每一个星期呢 我们全球的业绩 都是波动的 当然 我们一路来 过去十年都在 起 虽然是波动 不过一直在成长型的 然后这个股利呢 他会拿1000的股份 再乘股利 这个股利可能是一脚 可能是两脚美金 看当天的 那个星期的股利多少 因为我们要看回 整个全球的业绩 算出那个每一股 价值多少 价值多少 可能一脚 可能两脚美金 如果是经级呢 拿你的三成的总积分 如果是6000 因为你是经级 你要乘75% 6000积分 乘75% 你拿到多少股份 4500股份 4500股份 再乘一个股利 那个每一个股份的利润 什么股利叫做 股份的利润 每一股价值的 价值多少钱 然后叫做股利 4500再乘 每一份股份 价值 我们就拿到最后的 自行动力分红 好 这个自行动力分红 它没有一个时间限制 当你启动了同级 你同级 你就开始赚12周的 自行动力分红 之后呢 可能你联系 启动盈级 你开始赚 接下来16周的 盈级的自行动力分红 不过当你走完 同级盈级之后呢 刚好你面对一些问题 你暂停这个事业 差不多一年 一年后 可能你解决了 你个人问题之后 一年后你再升任 经级没有问题 那时候我们才启动 接下来的20个星期 让你赚取自行动力分红 百经级24周 所以说这个是没有实现的 你几时成为统计 联系两次 盈级或者是经级 百经级 那时候才起 电脑才会自动 启动你的自行动力分红 好 然后我们做一个示范呢 怎样算这个自行动力分红呢 连我们有72周 让我们去赚取这个自行动力分红 全球2% 比如讲 这个星期 我已经联系两个星期 达到我的级别 同级的级别 第一个星期呢 第一个星期 你是同 你就赚取50% 乘你的三成 个人积分 拿到股份 再乘股率 就是那个花红 然后第二个星期呢 你下跌 你面对一个挑战 业绩上的挑战 你不是统计 对不起 第二个星期 你没有赚到花红 第三个星期 你刚好解决了你的挑战 你已经把业绩做起来了 你回复 你成为同级 那么你就赚取这个同级的自行动力分红 第四个星期 你保持同级 第五个星期 你保持同级 第六个星期 你保持同级 你都可以继续赚取这个分红的 没有关系 赚取 第七个星期赚 第八个星期 你刚好升级变成赢级 第一个星期 你升级变成赢级 还不能开启你的赢级的自行动力分红 不过可能我们就当作 第九个星期 你刚好成为赢级 不过你的同级还没有走完 所以说你还必须走完这个十二个星期 你先赚完这个同级的自行动力分红线 不过有什么好处呢 当你是升任赢级在 十二周的同级自行动力分红周期 你是赢级的话 本来是50%已经升成60%了 所以接下来 你都可以用赢级的聘结 赚取这个十二星期 同级的自行动力分红 它的分别是在于 你多拿股份 本来从50%的股份 你多拿60%的股份 只要你在同级的期间你升级 如果你是升进级 我们就成75% 如果你是在同级 在还没有走完同级 你升百级 不过很少发生的 我们是做一个比例 你会乘100% 你走完这个十二星期 拿完这个十二星期的同级的自行动力分红之后 刚好你本身是赢级 你已经开启接下来的十六周的赢级 你就开始赚 你接下来十六周的自行动力分红 就是全球两%的分红 好我们再走完这个十六周的赢级的自行动力分红 可能你走完两个星期 第三个星期你面对一个挑战 你的业绩不上来 不达标 你变成同 对不起第三个星期呢 你就没有办法赚起这个赢级周期的自行动力分红 接下来可能第四第五第六呢 你开始回复你的业绩 你达到你的赢级的级别 你重新赚起你的赢级周期的自行动力分红 走完它 所以说十二期 十二个星期走完同级 十六个星期走完赢级 赚起这个自行动力分红 非常非常丰富的奖金 好 我不能跟大家讲到底 不过我看了很多人赚了很多钱 在这个自行动力分红方面 因为它是35个国家的业绩算出来的分红 好 接下来可能是你达到白金了 我们还有二十四个星期 你也是可以拿完它 领完它 二十四周的白金级的自行动力分红 所以说它有二十四个星期 刚好你在白金级那边 升任 赚石也没有问题 你还是走完它 就拿完 拿完二十四个星期的白金周期的自行动力分红 好 就是那么简单 自行动力分红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谈的领导队的奖金 领导队的奖金跟团队奖金的分别 在于团队奖金呢 它是用酸魁组织来算我们的分数 记得吗 左边右边10%成小编的业绩 我们叫做团队奖金 不过领导队等奖金呢 我们是用个人推荐组织网来算 这两个组织网呢 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 在那个报告表那边 我们可以把列出来 你可以看这样的组织表 你可以看这样的组织表 因为这个是左边右边的你放置人 不过个人组织推荐呢 你看到呢 这个蓝色是你自己推荐的 这个蓝色又推荐黄色 黄色又推荐紫色 如果我们把它拆出来 到底谁是我第一层我推荐的人 到底谁是我第二层我组织的人 谁是我第三层组织的人呢 我们就把这个蓝色是我自己推荐的人 直推的人放在第一层 一二三 这边带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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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又带过来 这边又带过来 这些蓝色呢 就是我自己直推 我直推的人 然后这个蓝色呢 它就自己 它每次要去经营这个事业 而且非常努力的去经营这个事业的话 它有自己的组织和自己的团队 就比如说这个蓝色 它又再推荐这个黄色 这个黄色又再推荐这个紫色 我推荐了第一层 第一层推荐第二层 第二层去推荐第三层 这样子一层一层下去了 这个叫做个人推荐组织 然后我们领导对诊阳经呢 它是一个浮动的% 然后我们是以这个 看我们是用代数来算 如果我们是统计呢 我们用一代 我们可以压缩一代 来赚起这个领导对等奖金 如果我是营记 我们可以赚起两代 经级三代 白金四代 赚十五代 三赚六代 三赚以上呢 就是七代 代数和陈数有不同 等一下我再结束 这边我们是叫做代数 代数可以压缩的 来我们来看 讲做什么叫做压缩性的代数 好 我推荐总监七百 这个叫做第一层 总监七百 推荐总监 这是我的第二层 总监 总监 再推荐总监三百 这是我第三层 总监三百 再推荐一个统计 是我第四层 这样子连续下去 这个叫做一层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七层 这个叫做乘数 我们在算我们的领导 那个自行动力分红的时候 我们用三层直推网 三层直推组织分数来算 叫做一层一层 不过领导对证讲 它是代数 陈数和代数的分别 在那里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是总监七百 总监三百 总监 总监三百 总监三百 再推荐一个同 从一个 叫做executive 只要从同级以上的并结 再碰到一个同级以上的并结 全部的经销商呢 我们当作是我们的第一代 我们看我们可以总共可以领多少代 我们总共可以领七代 从同级到看我们本身的并结是什么 如果我们是同级我们领一代 如果是三传是七代 如果所谓的第一代呢 就是从我们本身 我们本身是同级以上 我们看 以同级以上开始化代 就是one generation 营迹是同级 在同级上面 我们就是从这边开始算起 到它碰到一个同级 我们全部的人就算作是我们的第一代 这边有一、二、三、四 我们有四个人 这四个人全部都属于我们第一代 如果这边有四十个人 也是全部是属于我们第一代 如果这边全部都是四百个人 这边这所有四百个人 都还是属于我们第一代 因为从这边开始算到 从同级以上到同级以上是属于一代 然后第二代开始从那算起 就是从这个同级以上 他会再找同级推荐一个总级三百 总级三百再推荐一个总级七百 总级七百再推荐一个总级三百 一直到他碰到一个另外一个人呢 他是同级以上 那个就是我们的第二代 如果这边有多少个人 一、二、三 刚好我们第二代有三个人 如果我们的第二代有三十个人呢 也算 我们第二代有三百个人 也算 只要没有碰到一个同级以上 他还是同一个代数 然后我们怎样算这个对等奖金呢 我们先看 我们分红呢 是肯定五十八千拨出去 不回流公司 有些很多的公司呢 在市场上讲 我拨出去的市场是六十八千 七十八千 八十八千 只要他 只要他回流公司的口袋 他没有办法拨出六十八千 七十八千 八十八千 我们的分数 我们的花红呢 是拨完五十八千 不回流公司 你还记得那个快速推荐奖金吗 如果你不合格 这笔钱 跑回公司吗 没有 他还是跑回你的合格的上线 或者是你合格的上线的上上线 你还记得吗 这个叫做不回流 花红 我们五十八千拨出去 肯定不再回流公司的 不再回流公司的口袋的 钱不一定会跑去经销商的口袋 这叫做不回流 好 我们把五十八千 五十八千的业绩分红 拨出去 当我们拨完这个游会顾客奖金 拨出去总监奖金 拨出去团队奖金 在拨完自行动力分红和钻石分红之后呢 剩下的 剩下是会跑去哪里 剩下的就会跑来我们这边了 就是我们的 这个check match 我们这个花红 我们来看他怎样算这个花红呢 就是 领导队等奖金 他怎样算这个领导队等奖金 check match花红呢 他先看回你的代数 比如讲我们所有的300个人 全部是属于我们第一代 刚好我们是统计 我们统计可以领完一代 一代的领导队等奖金 我们可以领完一代 我们有那么多的经销商 你还记得吗 每一个人都很努力去经营这个事业的话呢 他们会拿到一个奖金叫做 TING COMMISSION 就是这个华红团队奖金 每个人都会领啊 好像说这个他拿到这个兴趣 这个他拿到这个兴趣 这个拿到他这个 这个拿到这个也拿到 然后我们本身 怎样去算这个领导队等奖金呢 我们就把这个所有的人的奖金 加起来放这边 这个佛顿巴仙利 为什么叫做佛顿的巴仙利 可能8% 可能10% 可能12% 可能15% 是要看当那个兴趣 全球的业绩是多少 他付出去给所有的奖金之后呢 剩下呢 就是我们的奖金 剩下来的就是那个奖金 他有一个变成一个巴仙利 叫做佛顿巴仙利 我们就拿这个佛顿巴仙利 成我们的所有的团队奖金 就是这个星期 你本身赚取的领导队奖金 来我们来做一个示范 好 刚好公司用电脑算出来 这个星期呢 我们的佛顿的巴仙利 全球的业绩加起来呢 得到一个佛顿的巴仙利 那就是10% 我把我的这个星期 我的所有的团队呢 他们所赚取的团队奖金 加起来可能有10千 我们就拿这个巴仙利 乘这个10千 我们就公司会另外给我的 就是这个1000块的 叫做领导队的奖金 这是它的方程式 这个巴仙利是一直在波动的 因为我们随着我们的业绩在波动 因为我们是 今天我们有35个国家 可能明天后天呢 我们开了40个国家 明年后年 它的巴仙利会一直在增加成长的 就是看为 这个巴仙利来算回我们的领导对等奖金 好 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钻市分红了了 如果我们是钻市以上呢 我们就可以拿到公司会波3%出来 让所有钻市以上的所有的经商商 去分享这个国际分红 非常棒 它有一个条件 它也是要算一个股份 如果我们是钻市呢 算钻三钻到三钻 总裁呢 它是拿直推组织的成数来算 它有一个上限 Limit Cap 就是22500股份 如果我们是钻市呢 我们是四成 直推组织继分的四成 如果是三钻呢 是五成 三钻是六成 钻市呢 是七成到十二成 然后它的股份呢 最高是可以来到22500 一直到600千 看我们是从钻市到三钻总裁 看我们拿多少 一分就是一个股份 好 比如讲我们是三钻 三钻呢 就是这个三钻大使呢 他是对不起 三钻 三钻呢 三颗钻市 他可以 最高呢 可以领完 六成 最高三十七千五百股份 来 比如讲 六成 加起来 他的股份呢 就是 他的 个人支推组织继分 加起来是三十五千分 三十五千分 对换力 一对换过来 就是三十五千 股份 因为我们也要看 这个星期 到底全球 到底全球 有多少个钻石 合格 来领起 这个股份 来领起这个股份 再从这个股份 再成一个鼓励 我们就赚起这个 钻市分红了 好 当我们升任 钻市以下 要得到这个 钻市分红呢 他也是有一个 一个条件 如果我们是 钻市到三赚期间呢 在前十二个月 我们肯定拿完 这个一百八千的 全球分红 三八千的全球分红 看我们的股份 有多少 不过当我们的 聘结一直保持不变 如果十三个月 到二十四个月 我们还是保持不变的话 我们最多只能 零七十五八千 如果二十五个月 到三十六个月 我们的聘结 还是保持不变 不能更善意成龙的话呢 我们拿五十 三十七个月 到十八月 我们拿二十五 然后四十九个月 算就是零八千 如果我们是 钻市大使以上 开始领起这个分红呢 前二十四个月 我们是拿完一百百千 前两年 不过到了 二十五到三十六个月 我们拿七十五 如果我们的聘结 保持不变 不能更善意成龙的话 或者是 我们没有去 更善意成龙的话 我们二十五个月 到三十六个月 拿七十五百千 三十七到四十八月 是五十百千 四十九到六十个月 是二十八千 然后六十一个月 以上我们还是保持 同一个聘结 原地大部 不更善意成龙 我们就拿 拿不到 就是零八千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 我们希望 这个机制呢 是希望帮助 启动更多的资金 开发 它的潜能 让它 不要保持 在延地大部 让他们 通过这个机制 让他们 开发 他们的 无限的潜能 让他们更善意成龙 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八大花红 当然公司有很多很多的奖励 注销等等 包括这个 Loyalty Reward 留人机制 还有Fast Forward 这个Fast Forward 就是叫做 净人机制 这个Fast Forward 非常非常棒 只要你成为我们经销商 只要你成为我们经销商 随时随地 没有次数的限制 随时随地 在14天里面 你去到后台 对不起 你当你成为我们经销商之后呢 你去到我们的后台 你随时要启动 这个Fast Forward Campaign Anytime Anytime 几次都不要紧 OK 当你一按了那个 那个按钮 你启动你14天 你在14天 要达到两个条件 在14天里面 只要你推荐 四个经销商 或者是四个游会顾客 不过不过不过 要非常非常 明白这个条例 这四个经销商 一定要启动 他的自动送货机制 因为前两天 有一个经销商 他讲 我推荐了人 为什么 这个人 没有出现在 我的Fast Forward Campaign的名单里面 我推荐了他 原来 他推荐那个人 没有启动 自动送货 这个 世界永远 藏在魔鬼中 所以说 我们要小心 这个世界 推荐的所有经销商 一定要启动 他的自动 推荐机制 然后我们 推荐了 这四个经销商 或者是四个 优惠顾客 你要推荐 两个经销商 两个优惠顾客 也没有问题 如果这四个 最少四个 你要推荐八个 五任欢迎 你要推荐一百个 五任欢迎 没有问题 只要四个 最少四个 加起来的分数 分数要八百分就好 你要累计八千分 也没有问题 五任欢迎 如果最少八百分 四个人 八百分 公司就给你什么奖励 你就可以拿到 25支的 Renew 28 Sampling 是用套砖 每一支 十个ML 25支 再送你 一百中程点数 因为你有推荐人 你记得吗 当你有推荐人 你就有推 快速推荐奖金 20% 现在变成 40% 40%了 所以说 快速推荐奖金 至少你可以拿到 现金六七二 现在40% 变成 一千三百块 更多 Double 所以说 把这个产品的价值 再加你的现金 总共可以拿到多少 一千七 再加 Double 六百七十二 十四天里面 你有能力 赚起 超过 两千四百块 你完成了这个 Fast Forward Campaign之后 第十五天 你能不能再 启动第二轮的 Fast Forward Campaign 五任欢迎 我们很欢迎你 你要做一百次也好 你要做一次也好 你要做一百次也好 你要做五十次也好 五任欢迎 每十四天 你都可以 启动这个Fast Forward 可能 有些人 第一次 他不成功 第二次 他成功了 第三次 他不成功 第四次 他又成功了 有些人 一二三都成功 这是Fast Forward 没有次数的限制 你随时都可以启动 可以赚起 这个奖金 可以赚起 这个点数 可以赚起 这个25支的样品 你拿到 这个25支样品呢 去分发给 你身边的朋友 让他试用 他一定会 回来跟你讲 这个产品很棒 他要跟你加入 成为你的 成为你的消费顾客 零售顾客 优惠顾客 或者是成为 你的经销商 好 讲完了今天的 呈现完了今天的 市场计划 我们再讲一下 一个立牌 立牌 Routine 我们公司 代表公司 要邀请大家 尽快成为我们的 创始人俱乐部成员 我们就是 8月8号 就是还剩下 这几天 我们就 今天6号 对不起 还剩下两天 公司已经决定 不再延长 这个注销 不会再延长它 然后我们就有 钻石 技术部和 新政技术部 只要你达 达标一次的 钻石 钻石的 聘捷 你就可以到 你就可以得到 我们的 技术部的别证书 收贷 VIPC位 马来西亚 盛大开幕 明年三月 还有我们 两张门票 去美国的大会 postpone到明年的 美国的大会 还有五天 四月注数 如果你在这个 八月八号之前 连续两次 成为我们的 同济以上 同盈 金 白金 以上 的经销商 你都可以成为 我们的行政 川石仑俱乐部 只要两次 这六个月里面 只要你任何一个 十星期 其中有两个星期 都达到 统计以上 你就是我们的行政 川石仑俱乐部 你们可以拿到 一个别证书 还有一个收贷 还有马来西亚的 开幕大会 一个VIPC 当你成为我们 俱乐部会员 你自动启动了 这个现金奖励 有两个方法 每100分 你可以换取 马币1050 这个分数将来 第一个方法 就是你保持 你的聘结 只要同济 可以累计10分 赢济可以累计15分 每个星期 累计这个分数 然后第二个 当你 只推进校商 100分 或者是 只推荐一个 游会顾客 50分 你可以拿到 一个继分 这两个继分 加起来 你可以兑换奖金 到几时 8月8号 也是还有两天 好 现在我们最后呢 就 如何启动我们生意 很简单 记得记得 每个月 保持100分 加入了之后 先成为总监 左边右边 一个 成为一个 基本的 铁三角 一个团队先 如果你14天里面 左右 一个直推 一个经销商呢 你就拿到 你除了成为总监 你还拿到一次性的 总监花红 多少钱 210块马币 好 希望大家 一个页里面 成为总监300 就是很简单 左边的团队 有300分 右边团队有300分 你就是总监300 你的总监300 非常重要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 总监300 你记得吗 你上统计 经济的时候 你的团队是要 两个到五个的总监300 的那条线 各自每条线 都至少要有一个总监300 总监300 就是我们的最基本 最基本的 整个建筑物的基础 让每一个人 先成为总监300 包括我们本身 好 等下我会放上去 然后还有今天 我们的授课 我们今天授课 的视频 都有收录起来 好 今天刚好 超越一点点时间 15分钟 然后 谢谢大家参与 今晚的训练会 好 我们明天 明天我们还有一个 更棒的会议 叫做Fast Forward Training Fast Forward Training 希望大家有时间 带更多的 已经成为经销商 不要新人 成为我们经销商的人 来参与我们明天的 Fast Forward训练营 我希望这个训练营 可以帮到更多大家 如何启动 经营这个事业 好 谢谢大家今晚的餐饮 Good night 晚安 我们再会 明天再见